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的就是少饮酒不饮酒 接下来就要吃一些护肝的食物 让肝的慢慢的修复健康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几张食材 爱吃的人就有福了 秋天养生要养肝 多吃护肝的韭菜 到了秋天 人们喜欢进补一些食物 这时候就不妨选择韭菜 韭菜是绿色蔬菜的一种 为了浓郁 不仅可以促进食物 对身体健康还大有一处 就比如我们直接接触的韭菜味道 其中含有的挥发性精油 芳香物质 含硫化合物 让韭菜发挥出香味 而这种香味正对肝脏健康有好处 具有调节肝气 增强肝脏生理功能等益处 对肠胃消化 无动物都有帮助 另外 中医上认为 肝脏对应的是绿色 多吃一些绿色的 食物对肝脏有好处 韭菜就可以胜任 但因为韭菜中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大 对于众老年人来说 在食用时 别超过200克的量 避免因为不多食用 养肝的同时 又对肠胃健康不利 秋天养生药养肝 多吃护肝的紫色甘蓝 养肝在于进步 但如果过量的进步 反而会让肝脏健康受损 出现肝气郁节 肝火旺等等现象 因此 对于肝脏 更在于吃一些护肝的食物 儿子肝脏属于十字花克内的食物 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其中的丰富营养物质 维生素B毒 维生素C 维生素E 纤维素 多种矿物质 多种微量元素还能够在促进食欲的同时 让硫元素辅助肝脏进行排毒 让肝脏的压力减少 除此以外 紫甘蓝中还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不需要经过热加工 直接就可以凉拌着食用 再加上适量的西红柿 彩椒 豆腐籽等食材 味道好 抗氧化的能力还很强 秋天养生 要养肝 多吃护肝的污霉 污霉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美食 还是一种中药材 在食欲不佳的时候 吃点污霉 既可以减少肠胃粘膜的刺激 还可以增强食欲 这就是儿茶酸这种营养物质起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 污霉在药物上 还可以对孕妇怀孕的现象有所缓解 还能够修复肝脏受损的细胞 对肝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泡在茶里面 或者是生吃都非常美味 秋天养生要养肝 多吃护肝的黑米 黑米是古物的一种 它对肝脏也有一处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 黑米具有健脾胃 护肝明目等多种功效 在食用上 大家就不妨把黑米跟大米搭配在一起当主食食用 对糖尿病人群 减肥人群都有益 各位朋友 你的肝脏健康好吗 都会吃哪些卷肝食材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室 《本草纲目》